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画面就用一下咯 我们要开始来做计算 在讲计算之前 我还是想要请你们去观看一件事情 这个是SAPLE SAPLE是指这一段 这一段 这是比较短的对不对 这比较短的 然后PETO是比较长的这一段 好了那我们现在去看咯 我们来去看最原始的资料 最原始的资料 是不是先是SAPLE 先是SAPLE SAPLE里面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我就直接去下载 这个IRIS DATA 第一个是不是5.1 5.1是这里面最大的数值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边我会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那个SAPLE 我应该是花2 花2应该是比较短的 比较短的应该是这个1.4才对 好了现在不管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是指说 这个意思是指说 我这边的名称绝对没有用错 这边的名称是没有用错的 那这边下面这个分群分得比较好 这个分群分得比较好 这个东西叫做花2 用那个比较小的那个数值 这边花2都是比较小的数值 我们来看一下 花2嘛 有没有看到 花2是不是1.4 然后2宽是不是0.2 用比较小的数值 反而分群出来分得比较好 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 那个 以属性来说的话 用花2的长度跟宽度 可以做比较好的分群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去观看一下 那什么叫分群呢 分群啊 这边分群 分群你们已经会做了吧 对不对 你做法一点都不难 但是我们就要来去看一下 那到底什么是分群 在这个地方我要花一点时间 来跟人们讲分群的一个概念 使用 好 集气学习 OK 我们先来看 什么叫做这个群集分群 机器学习其实有很多啦 机器学习它是人工智慧的其中一部分 那稍微注意哦 人工智慧主要就是用那个推理 用推理的方式来去达到 找到那个重点 然后呢 再以知识为重点 要做到什么事情 学习 那如果我们今天画了一张图在那个地方 完全不用学吗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真的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 我们已经画了很多视觉画图表了嘛 然后呢 就做完大数据分线吗 没有啊 完全没有把那个人工智慧加进去啊 对不对 那什么叫人工智慧 例如说至少你要做分群嘛 分群出来才知道说哦 有些事情哦 原来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校正 好 那其中我就先介绍第一个机器学习常用的方法叫做分群 什么是分群呢 分群啊 它的主要的概念就是 它要先把资料 资料 先做好 举例来说呢 我们把我们要研究那个什么就是从一个物件的判断 知道说它到底是属于约约花的哪一种分论 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可能要先以它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来去做分析 举例来说花那最容易收集的就是什么 花瓣的长度跟宽度了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研究这件事情要等到约约花开花才能做判断 对不对 有没有办法直接从什么 这个植物发芽就开始做判断 那是不是更好 因为做到最后面 大家也有人在比机器学习 谁能够分群分的最正确 也有人在比什么 越早分完群越好 你今天看到花 那你应该知道 从种子变到长出发芽 然后变到花这一段时间 对不对 那能不能更短更早的时间找到 那不管怎么样 第一件事情呢 你可能要先把现有的资料先做好 资料标签 资料记录 也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资料点 然后把这些资料点加以分群 分群 但是这边可能会遇到就是说 那你总共应该分几群 你觉得我们刚刚分成三群 说不定有四群 说不定只有两群 只是一个什么人工饰养的 人工繁殖一个是什么 可能是野生的 就这样子的差别而已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总共要分成几群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群跟群之间 它的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相似性要很高 群跟群之间相似的程度要很高 就是资料点要越集中了 好 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资料来去看 那既然你要去以这边资料点间的相似程度高于其他的资料点 那我们就去算点跟点 资料点跟资料点之间的距离 但是距离越短 就说这两个是同一群 这样可以了解 好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来去判断说 这个花瓣 例如说五公分宽 然后三公分高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另外一朵花 是三公分宽 五公分高 你就不会把它归在同一群了 因为它的差距刚好是编导的 代表说它可能是另外一群 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它主要目的就是什么 分析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 好了 请问一下 它是透过相似 在你所有学习到的一个算术里面 有没有教过你相似程度怎么算 有 只是我们都不是这样教的 我们都只是背完公式之后 OK去考试 都不告诉你实际的生活应用层面 等一下你就会听到什么高师 高师是谁 好像有听过吧 高师距离 这是高中数学 听得懂我的意思 原来我们用的是高中的基本的学问 我现在用的 例如说好了 复利业好像很难对不对 我们也都不用那些啊 那个好像研究所才开始学嘛 我们也不用 我们都要用什么 国中生高中生就已经学过的 你说cos怎么用 你应该很久没用cos了吧 可是你们国中有没有学cos 我们统计我进去 然后我才知道 哦原来cos可以用在相关性 用那个夹角 就去算出这两个的相关性 相关程度的计算嘛 correlation 用cos 我是说真的 可是以前你们是不是背了一大堆什么 sine 平方加cos 平方等于多少 你应该记得住这个相似程度 等一下我就要请你们算相似 相似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介绍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你们就要把那个算法想象出来了 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在这里嘛 请问这个点跟这个点 这叫资料点对不对 这个点是怎么产生出来 是不是一个花的花瓣 二的长度跟二的宽度 对不对 好 那这一个花的二长二宽 跟这个花的二长二宽 它的距离是不是要很近 距离公式你总会了吧 我还是跟你讲相似 你不晓得 但是距离公式 距离公式怎么算 这个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O.G.敏德 我忘记了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写那个距离公式给你看 我要解释让你懂 你看就是算这两点之间距离 跟这个点跟随便最近的 是不是这个点 请问这两点的距离跟这两点的距离 是不是这两点比较近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点归类到这一群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点跟这个点 当然你知道是差很多的 请问这个点 它是不是代表什么 它的花二长度比较短一点 宽度比较窄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 花二宽度比较宽 长度比较长 所以这两个当是不同品种 这样说可能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我们只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 来去计算相似程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各位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算完一次以后 学习来了 学习 真的请你们一定要听清楚 学习来了 我算完第一次之后 可能我没有分好群 对吧 有可能 我可能做完第一次分群 我没有分好群 我可不可以再去分第二次 分第三次 可以吧 这叫一代 就是做第一次 做第二次 做第三次 相同动作一直做 好 这叫一代 就好像说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 我们之前不是有很多的范例吗 可以去画出趋势线吧 第一次我可能先画出一到三月 然后接下来一到四月 一到五月 是不是有很多的趋势线 不断的去修正 这就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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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的 好